那2024除了立委選舉之外 眾同系就是總統大選 現在表態參選的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2號接受了專訪時 就透露競選口號 他已經想好了 對內是聯合政府團結台灣 那對外則是兩岸和平 台灣自主 柯文哲更首度提到 競選總統的政見 以及不分區的立委目標 帶你來聽他怎麼說 你選上了一定去立法院 對不對 對啊 我選上只有兩個 要嘛就立法 那個行政院長同意的 要嘛就是總統到立法院報告 這兩條路 不可以有權利沒有責任 你怎麼樣讓台灣民眾黨 繼續在台灣增加影響力 你的立委員席次的目標是幾席 沒有 這一樣 其實目前這種單一選區 區域立委要突也其實不容易 但是不分區你知道 只要柯文哲有選 還是會拉上去 目前台灣民眾黨的立法院的 不分區立委是五席 那2020年得票是158萬 你這次的目標呢 當然是越高越好啊 但是我但是我也很清楚嘛 如果沒有超過八席 我們就算輸了 就是設定八席喔 那是低標啊 柯文哲看看而談 2024日還直言 侯友宜如果要選總統 不辭市長的話就痛苦了 如果辭的話 還會有一線生機 那因為侯友宜碰到的局面 跟柯文哲自己在2019年時 所遇到的狀況是一模一樣 我覺得大家觀眾朋友